哈喽大家好 非常欢迎我们的观众朋友呢 是今天又来到了我们的DIY 笑意与灵感 在今天的视频当中呢 是想给我们的观众朋友带来一个非常棒的 自己制作出来的 可以放到我们的本子里面的一个爱心型的小书签 非常棒 可以看到我们是藏在了我们这个本子里面 你可以把它拿出来 对啦 就是这样的一个粉色的 带有花纹的爱心书签 然后上面呢 你可以把它插在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页面 我们上面呢 是用非常多的胶带进行了一个装饰 如果你感兴趣的话呢 不要让给我们的频道的一个订阅 或者是给我们一个大拇指 下方的赞 需要的呢 就是这样的一张便签纸 是9厘米乘以9厘米 这样的一个正方形的 以及我们紫色的是一张这种花纹纸 或者是花纹的胶带 我们这样的话呢 就已经准备好了我们所需要的一个东西啦 那我们就开始折我们这个爱心型的书签 我们下期待 我们这样的话呢 就可以把两边的尖尖角往上折 。 然后把它搅拌 把它往上压过来 这样它就会自动的把它打开来 这个时候可以用我们的尖尖角呢 把它往上折 就像这边这样 然后往上折 然后这条线呢要把它对齐 我们的这个爱心水 首先呢就已经差不多快好了 好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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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我们这个爱心呢 其实差不多做好了 我们会在这个爱心上呢 用我们的胶带 非常漂亮的胶带 去给它贴一下 进行一个装饰 然后把它剪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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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然后 这安 blogs 可以放在我们的本子当中 本子里面呢 只有这两边是露出它的一个小角 可以把它非常好的 就把它打开 打开我们这个页面 这是我另外做的一个按信型的一个书签 然后非常的棒 我觉得它也非常的好用 所以在这里呢 是推荐给我们的观众朋友 如果你喜欢的话呢 或者是感兴趣的话 不要了给我们一个大拇指向上的赞 或者是想看到更多的 关于我们手工DIY的视频的话 可以直接订阅一下我们的频道 就在视频的左下角 小小的订阅按钮 想看到其他的视频的话呢 也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屏幕下方 给我们留下你们的留言 告诉我们你们的愿望 下期再见咯 拜拜